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暖锅太阳的小羊哥哥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吃糖 这里面呢也有三种口味 第一个是可乐 第二个是柠檬水 第三个青森苹果 这是什么口味呀 你们有没有吃过呀 先拆开看看 每一种口味呢都有6包 据说它每一种口味都相当于同等饮料的10倍汽水 也就是说如果我吃了这颗可乐味的糖果的话 就相当于喝了10瓶可乐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们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竟然都不信 那就试试呗 现在这么看这碗团的表 跟普通的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侧边隐含着巨大玄机呀 这个应该就是气泡的来源了 还是那句话 到了小羊哥哥这 嗯 还是要进肚子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那个表情呢 是那个很浓的碳酸饮料 直接在我嘴里 碰化开了 让我酸的不行 它本来说是十倍的碳酸饮料 为什么我老感觉酸呢 碳酸碳酸 它只有酸吗 我们吃糖肯定是没有科比性 当然还得喝一下正主啊 对嘛 这个碳酸饮料 这是软糖 光是只有酸 没有碳 不是很正宗 它说十倍 我觉得就是扯淡 让我们试试另外一个口味 柠檬汽水 它这个糖的也是差不多的 它会夹杂着一些 让你感觉到气泡的糖果 它的味道就厉害了 特别像青色的青苹果 香香甜甜的 它的气泡也特别特别足 真的就像在喝苹果饮料一样 不对啊 可它写的是柠檬水啊 啊 既然吃着像苹果饮料 那我们也要来对比一下呀 赵伯伯伯 我告诉你们 军阳酒的味道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都是超香的青苹果的味道 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一个 青森苹果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味道 你们有尝过吗 竟然是最后一颗乱糖 啊就 哈喽 我发现 青森苹果的味道 跟苏打水的味道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这包糖果已经测完了 味道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可乐有可乐的味道 柠檬有着新苹果的味道 青森苹果 有着更浓厚的青森苹果的味道 就是有点黏和硬 哦呀 它好痛啊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